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本来应该谈到了1950年代 也就是顺利人 吴国珍以及韩战之后台湾的局势 那个时期有一段时间的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是逮捕了关于跟共产党 或者说在大陆时期跟中共有任何联系的人 都可能被逮捕牵连到 所以称之为白色恐怖 当然许多台湾人因为日据时期 台共的关系也牵连到了 可是总的来讲的话 白色恐怖其实在今天的台湾 这段历史都充满了迷雾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都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在戒严时代吧 国民党是大量的逮捕了 跟红色有牵连的人 乃至于跟大陆 特别是大陆时期 30年代的这些文化人啊 作家啦等等 只要他们的人 这些作家的人留在大陆 他们的作品就被查禁 即使后来他们受到中共的迫害 比如说像沈崇文 巴金等等 可他们的作品还是被查禁的 所以戒严时代 台湾其实看不到 跟大陆太多的真正的讯息 甚至于真正的历史也看不到 我仍然记得我大学时候 第一次读到一个国民党的元老 叫廖仲凯 廖仲凯在国民党1924年 也就是孙中山晚年的时候 他执行了联俄融共政策 就是联合俄国 然后容纳共产党进入国民党 1924年开始的这个政策 然后呢一直到1927年 国民党实施亲共 之后国民党又跟共产党分道扬镳 那这段时期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 执行孙中山连俄融共政策的 这种左派政策的人 他的名字叫廖仲凯 可是最有意思的是 廖仲凯的历史在台湾史里面 几乎都从来都不谈 所以当时我在我们的图书馆 找到他的相关的少数论文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震撼 他说原来国民党也有曾经左倾过的历史 国民党曾经跟俄国人联合起来 去打军阀 然后国民党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 是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 而也许我们的朋友或许都不知道 就是国民党在北伐的时候 蒋介石刚开始北伐的时候 他往武汉啊 往其他地方打的时候 配合他进行地方社会运动的 是中共地下党的人 他们要让这些军阀 缺少军事的补给 缺少军人的补给 所以发动铁路大罢工 让铁路无法运输军人到前线去作战 所以北伐的过程中 其实中共有在后方 就是在敌后 做社会运动的配合 我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震撼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 国民党就是从孙中山之下 然后就是蒋介石了 所以整个是一个被戒严时代的这种 国民党洗过的 洗白了的历史 所洗脑的一代人 因此你要重新找回真正的历史 你得要自己去看 自己去找历史 即使到今天 我都觉得很悲哀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这些历史 在民间党的笔下 依然没有呈现出来 前不久 我就去 去一个 就台湾大学吧 直接讲好了 去台湾大学算最高学府了 去那做一场讲座 然后我讲 当然是讲文学嘛 然后结果呢 我讲到文学上 有一位汪精卫他写过的诗 他有一首诗叫 《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讲他要去刺杀清朝的一位亲王 后来被逮捕了 在监狱里面 他预估自己必死无疑 所以他写下了著名的这两句诗 那这首诗呢 震撼古今也变成汪精卫一生的 像名号一样的诗句 可我在学校里面 汪精卫他们不知道 学生不知道 我会讲到说汪精卫的一生 有一种精卫的情节 我们都知道神话里面 有一头小鸟叫精卫鸟 那精卫鸟就是说 他因为碰到过大海 亲族死亡了 所以他觉得大海造成 那么多的小鸟的伤亡 特别猴鸟在越过大海的时候 死亡在海上 所以他希望能够把海洋填起来 因此那么小小的小鸟 闲着小小的石头 一直不断去投到大海里面去 他变成中国神话里面 最特别的一个象征 象征什么 象征中国人 即使你再渺小 你碰到再大的困难 可是你也要用自己 一点一滴的奋斗 去把那个遗憾 那个无法弥补的缺憾 给弥补起来 所以就是一种 充满不断奋斗 坚韧的毅力的这种精神 所以你看中国精神里面 有愚公移山 那我讲到精卫这个精神的时候 讲到汪精卫 就底下没有几个人知道 后来我就忍不住笑了 我就说 那你们有看过社界吗 今天的大学生 很少人看过社界 真的 里面只有一两个人说 好像略有所知 其他一脸茫然 于是我最后只好想说 社界是梁朝伟演的 而且里面有非常激情的演出 跟汤伟有激情的演出 于是大家眼睛就开始亮起来了 这就是现在的我们历史教育 居然变成了这样 这样一个没有底蕴 那么为什么会讲到汪精卫呢 因为事实上孙中山在1924年 连俄容共的时期 有三个最重要的人 一个是蒋介石负责军方的 一个是胡汉民负责国民党内部的组织结构 另外一个汪精卫负责外部的 特别是外交以及对外宣传的 是孙中山是有安排的 当然后来胡汉民碰到暗杀 后来他就出了问题 他就从历史上就结束了 然后呢 蒋介石 后来跟汪精卫又闹翻了 所以整个历史当然充满曲折 但是我想讲的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 国民政府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看到的现代史也是不完整的 当然我们会说 那我们在台湾 我们的台湾史会不会好一点呢 其实台湾史也是不完整的 因为你会发现 国民党的历史 国民政府的历史 是从蒋介石延续到蒋经国之后 就没有任何历史的诉说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李登辉 李登辉把所有的历史都模糊成一片 然后把过去的历史 变成是统治者的历史 然后他开始反他 开始颠覆他 可是他自己没有建立任何历史 因为李登辉的一辈子不断在变 他是一个没有立场 然后不断在改变立场 随着时代 随着情势改变立场的人 讲白了吧 我对李登辉的评价就是 他就是一个投机者 一个机会主义者 他一会儿搞了国统纲领 然后一副准备搞统一的样子 等到后来情势变了 他又变成台独的极先锋 然后后来又变成民进党的祖宗一样 然后后来又变成亲日派的 可是事实上你们知道吗 李登辉在台湾史里面真正的开头的时候 他是中共地下党的 李登辉早期在日本念书 后来1945年之后回到台湾 那么我记得我访问过一个台共的老前辈 他就说过 他说他跟李登辉熟 那么李登辉回到台湾的1946年的整个 后来的因为台大的那些课业 他们都结束了 所以李登辉就在学校里面放假的时候 用整个夏天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了 他很得意的时候读了日文版的资本论 后来他加入中共地下党 所以在1946年 台北发生学生运动的时候 也就是北平有一个沈从事件发生的时候 李登辉还参加学生运动 然后举着标语去街道上游行 反对北京的沈从事件 那么那个沈从事件 当然我们以后再讲 她是一个北大的女学生 那被一个美军给强奸了 后来因为没有任何处置 所以学生开始起来 抗议政府的处置 抗议美国 当然李登辉也参与了那时候的活动 后来李登辉是退出了共产党 因此我们就讲说 李登辉他其实不断在变的 那么包括了李登辉的历史 我们也都讲不清楚 隐隐会会的 那更何况 更何况 后来的历史 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后 从来也没有论述了 没有论述的国民党 没有对历史诚实的 去重新诉说 重新诉说 他跟台湾有过的历史 重新诉说台湾近现代史 这样的国民政府 当然也就很难建立自己的论述了 这就是为什么 说侯友宜啊 马英九或者其他这些时代也好 就是一直没有论述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台湾历史最后变成只有民进党的台湾史 可是民进党的台湾史 我是觉得更滑稽 为什么 因为整个民进党的台湾史 其实跟蒋介石的 讲台湾史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都是恐共的 反共的历史 对于红色的台湾史 他根本不敢讲 所以你看 民进党讲台湾史的时候 他把很多228的名字 跟白色恐怖都混同起来了 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 台湾的反抗史里面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28的时候 228的时候 有许多过去旧的台共的人参与了 那么在228的确有人受难 受难者甚至于 包含了旧台共的 当然也有无辜的人 当然228里面 正如同我们以前讲过的 里面也有不少是 过去台湾内部的政治冲突 也就是 过去有亲日派的这些汉奸们 还有呢 原来抗日的这些自事 那在1945年之后 国民政府来接收的时候 这些跟着日本走的这些汉奸 因为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有钱 所以开始去收买 来接收的国民政府的接收人员 这些公务员 等到228发生之后 他们就去诬赖了 诬告了这些 起来抗争的 过去是抗日时期的 这些自事们 结果有一些人就无辜牺牲 像张其郎就这样无辜牺牲 可是这一段历史呢 228之后 难道台湾就这样沉寂下去了吗 当然不会啊 因此当228的镇压结束之后 其实台湾人对国民政府的反抗 是转向了 转向什么 转向了两条路线 一条呢 是开始知道说 必须正式的进入议会 建立议会民主政治等 但是更多的是觉得 他发现了有两个中国 一个是白色的中国 也是国民政府的中国 一个是红色的中国 就是中共 所以1946年 1947年之后 国共开始在大陆打内战了 台湾的内部也开始出现了 红色的中共的地下党 他们慢慢在扩展开来 那尤其随着 国民政府在大陆 不断的失败 因此 眼看 国民党就要垮掉了 中共就要胜利了 所以很多人就 也有更多的是 充满理想的人 但是也有投机的分子 就想要混入了 中共地下党里面去 所以中共地下党 突然就扩张开来 这个也就是后来 白色恐怖时期 国民党大量逮捕的时候 有一些是 真的有思想准备的 准备做劣势的 那有一些呢 也有可能加入了或者参加了读书会 所以思想上并没有足够的准备的人 那这样的历史里面 在民进党后来的叙述里面都把它混起来了 更何况 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时候 国民政府逮捕了太多怨屈的人 特别是参加了读书会 或知道或者是半知道的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 或者只是对国民政府不满的年轻的知识分子 参加了街上的一场游行 乃至于1949年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 有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 早期在大陆是参加了抗战的游击队 而这些游击队其实不分国共的 事实上当时在抗战时期 国共是合作的嘛 所以等到台湾之后 一清洒起来 他们早期参加的是比较亲共的游击队 于是就有人密告等等 所以白色恐怖时期牵连了许许多多的人 不只是台湾 也有外省迁徙过来的人 那么我特别要讲这一段是什么呢 因为我好几次去大学演讲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这些本来有思想准备的 本来是在1945到1949之间 反抗国民政府的时候 他们背后是有思想的 有许多人甚至是日据时期旧的台共 也就是他们本来就是有思想准备来当劣势的 用一位老政治犯陈明中的话来讲 他曾经在我访问他的时候跟我讲过 他说我们是要来换国旗的人 我们是要来搞革命的人 我们不是要来什么开读书会的嘛 就是当那种无辜的读书人 不是 我们是准备来当劣势的 如果革命成功了 我们把政权推翻了 我们就是新的建国的人 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人 所以这是来当劣势的 因此他们被国民党抓去枪决了 有一些人牺牲枪决了 他们觉得这是应该的 就是从容就义 抛头颅撒热血 就是一个革命家 所以后来当像民进党所宣传的 这些白色恐怖的电影 比如说返校 比如说所描述的一些政治犯 充满了那种无辜的平白去受死的这种 这种冤屈者的形象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就像陈寅生在小说的三路里面 这篇小说里面 他写到了好几个人物 他为理想而牺牲了 为了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 为了左翼的理想而现身了 可是后来的人 后来的人却不太了解他们 特别是台湾变成消费社会之后 他已经不太能够了解 有人可以为了理想主义 而受难而现身 所以他充满了寂寞 那甚至于三路里面 他曾经提到说 提到很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 他说 如果革命成功之后 有人堕落了 有人变成贪污腐败了 那简直是比被枪决 还更难受的被背叛 换言之对于 1950年代有过的政治受难者来讲 当他们看到后来的政权 比如说中共的政权 堕落了 贪污了 腐败了 他觉得 那是理想的被背叛 所以三路里面 有一位女性的角色 最后他宁可自己寂寞而死 仿佛是 跟随过去的烈士一样 走上了死亡这条路 他觉得至少维持了一生的这种清白 又或者说 他觉得他的理想主义 失落了 所以活着变成仿佛失去了意义 那我特别讲这些历史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们没有把这段历史弄清楚的话 我们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社会 什么社会呢 我们一直在回避 这个世界上有过的左翼运动 这个社会有过的左边的运动 事实上左翼的运动在欧洲也好 在世界史也好 它是跟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兴盛起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这段历史弄清楚的话 最终呢 我们就是会变成什么 一直维持在戒严时代的思想里面 我们的思想 从来没有从戒严时代解放出来 也就是说 讲白了吧 今天 民进党也好 台独也好 他用来恐吓台湾人的那些红色中国 恐吓台湾人的反共恐共 所有的这一切 其实都跟戒严时代是没有两样的 那因此 你看到 比如说 台独也好 或者喊着新政权的这种种种的建国等等 这种理想的这些人 往往你会发现 他们的精神的底层里面 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而这种法西斯主义 跟蒋介石时代的思想是没有两样的 他们在塑造一种台独的英雄 塑造了一种独立建国的伟人烈士的时候 那是跟蒋介石是没有两样的 可他们仍然不敢面对日据时期 以降台湾有过左翼运动的历史 特别是台湾在日据时期 有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而农民运动的当时 是跟全世界的左翼运动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说 讲到这一段历史 我常常觉得很感叹 那感叹就是什么 我们台湾好像是一个 一个没有左眼 你知道如果一个人 只有一只眼睛 他看这个世界是平面的 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靠左眼跟右眼 然后形成不同的差距 于是这个世界才有距离感 会跟着立体起来 你才会感觉到他的远近 他的一个立体的空间 那么如果你像一个棒球的球员 有没有 他如果用一只眼睛接球的话 他只能够通过球 来的时候那个球的大小 去判断他的距离 他没有办法很立体的去判断 那个球随时会进来的 那个距离感 所以这就是一个 只有一只眼睛的后果 那一个社会呢 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只眼睛的话 事实上他看这个世界是平面的 这个世界只有平面的二维空间 他看不到这个立体的真实的世界 我觉得台湾跟这个全世界 本来应该有一个很立体的 整体性的连结的 特别是日据时期一将 日据时代 台湾的许多社会运动者 到日本去跟日本的社会运动结合 而日本的社会运动者 又跟共产国际 跟当时的全球的政治运动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研究台湾史的话 必须把这一刻补过来 那为什么我们 接下来这一段会讲 台湾的农民运动史呢 其实就是要帮我们的朋友 把这段历史先接起来 因为如果这段历史没有连结的话 仿佛我们对台湾史就是断片的 而这种断片史呢 会使得我们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我们依然是被执政者 不管是过去的执政者 或者现代的执政者 用他们政治的眼光 用他们政治的布 把我们的眼睛遮起来 遮掉一只眼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接下来想要讲的 那这段历史也很有意思 充满了许多 很鲜活的台湾农民的 在土地上奋斗的故事 我想我们的朋友慢慢来听 应该会觉得很有趣 很有意思的大地的故事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我们刚刚谈到了 台湾在日据时期 其实跟世界的历史是连结在一起的 特别是全世界的政治运动 因为通过日本 而日本在现代化之后 其实是跟欧洲文化 欧洲的特别是政治思潮 是连结在一起的 那当然我们就台湾本身的历史来讲 也都受到日本当时的 时代风潮的影响 当时日本主要的潮流 正是什么 正是脱亚入欧 所以他学习的对象都是欧洲 他去留学的学生 到英国德国 那么他学的建筑 学的教育体系 乃至于他的文化 他的思想等等 都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 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的 我们都觉得 日本时代的那些老建筑 其实你仔细看 跟欧洲是很像的 他学的德国式的建筑 比如说总统府 台大医院 乃至于各地老的 县市政府的建筑 还有比如说台中火车站 过去旧的台北火车站等等 那些很有名的日本时代的建筑 都是欧洲式的风格 所以欧洲在资本主义发达以后 他发生的这种反对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思想 或者乃至于更激进的共产人主义思想 乃至于说欧洲所产生的 种种社会运动 其实都影响了日本 而日本也像欧洲当时的社会一样 开始产生了相对应的这种种种的思潮 乃至于社会运动 那么我们回头讲一讲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想探讨这个部分呢 我想我主要讲 节目里面谈一谈日剧时期的社会运动 那特别是农民运动 因为这就是台湾有过的一个政治历史 也是一个真正生存在民间底层的历史 可是已经被忽略掉了 那如果我们忽略掉这一段历史 其实我们讲 后来的乃至于到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 其实都是缺少根底的 那么追根就底 我们还是要回到日剧时期 也就是全世界 世界性的左翼的潮流 那么这个左翼潮流里面 我们要追溯到说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所谓的 社会主义的潮流的兴起 应该讲说 整个20世纪初的欧洲的资本主义 以及苏联的革命成功 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那我们要了解20世纪初 欧洲资本主义的生存情况 就是他的工人的生存情况 社会的剥削情况 是非常惨烈的 那么我想举一个作家叫杰克伦敦 他的报导文学作品 叫做深渊居民 就是深渊居民 居住在伦敦 在20世纪初 东区那边的社会底层的人 他的一部报导文学 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深渊居民 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190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民作家杰克伦敦 他受到美国的报导的邀请 去伦敦东区采访贫民窟 他去的时候他像所有的美国观光客一样 穿着漂亮的衣服 然后开始进入东区 他一看 他如果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 在那里就变成像一个异乡人一样 就完全是异形 因为那里面充满了衣服破烂的人 甚至于街道的旁边 有一不避体的平民 甚至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就像你现在所见的 在旁边乞讨的等等的 还有妓女 还有一些小的酒馆 然后整个是一个非常贫困 破烂又脏又臭 那很多的人的衣服 甚至于破破烂烂的 然后也没有洗洗澡的地方 那他为了能够融入这一个社会 进行底层的采访 他把他的衣服拿去二手店 衣服的店把它卖掉 换上旧的衣服 然后全身脏脏臭臭的 重新走入街道的时候 走了几步之后 一个警察就过来驱赶他了 后来捷克伦敦写道说 他本来想靠着墙边休息一下 警察不让他靠着 为什么 因为警察就是要驱赶 他们不能靠着路边休息 逼迫他们必须去租一小块地方去休息 或者找个酒店餐馆等等的 就是小酒馆的那种位置去坐下来 或者喝一杯咖啡 就是要逼迫他们 无处可去 然后逼迫他们把他们最后一分钱都剥光 那事实上当时底层的劳动者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后来捷克伦敦很强硬的 在他的书里面批判说 英国政府根本就是帮助资本家 用他的国家机器去剥削这些劳动者 让他们不只是劳动的场所条件非常差 薪水非常少 报酬非常少 甚至于他的生活周遭都让他没有办法活着 他曾经到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去访问的时候 那个家里面就小小的一个房间而已 桌上只有一张桌子 其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都睡在地上 结果他们就有一个孩子死掉了 一个小孩子死掉了 可是他没有地方摆 因为地上他想要走来走去的 所以怎么办呢 他们把他放在餐桌上 因为他还找不到地方去下葬 就把他放在餐桌上 到了晚上要吃饭的时候 他们再把那个死亡的孩子 就是包裹包裹起来 移到旁边去 然后他们在餐桌上喝一点汤 吃一点面包就这样子 然后等到大家弄完了 歌词走开了 就把那个尸体再拿回来 他描述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说 他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今天英国在一百多年前的模样 你想如果是你活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面 你怎么可能不起来反抗呢 那因此 捷克伦敦在里面批判了一些资本家之外 更重要的 他甚至于批判当时所谓的慈善家 他说这些慈善家只不过是到 偶尔到某一个地方去发一点粥 弄一点汤 请大家喝一喝 结果后面排队排了一大长龙的人 他仿佛在做社会福利 但是事实上他应该做的是改变这种悲惨的命运 因此 你从捷克伦敦就可以看见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所谓社会主义 乌托邦的思想家 因为太不公平了 而拥有这些资产的人 拥有工厂 拥有土地 拥有所谓的庄园的人 把他庄园上面的农民驱赶出来 那他们没有办法在农地上耕作 然后驱赶出来变成都会里面的无产的流浪者 变成无产的工人 用这些无产的工人 仿佛是他们最低薪的工人 然后来提供劳动力 然后来刺激他们的生产 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 在资本主义刚开头的时候 那种悲惨的情况 之所以会激起社会主义革命 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只要回头看这些报导文学的作品 你就完全能够理解 除了革命之外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去改变命运 当然英国随后发生了革命 但是英国不是革命成功的 因为他们后来陆陆续续 在政治上有发动一些改变 但是真正革命成功的是谁呢 是1917年俄国的革命 那俄国革命有他单独的历史 特别是俄国撒谎 他后来所推动的政策 乃至于他对于社会主义者 对于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者的镇压等等 使得俄国的情况 政治情况更加复杂 所以后来当然又参加了战争等等 他革命有许多 复杂的内外的因素 乃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影响 还有列宁推动革命等等 那这些书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想要举一本书来讲 就是说 这也是我很推崇的一本书 是一个报导文学的作家 叫约翰·李德·John Reed John Reed是一个美国人 那么20世纪初期 也就是在苏联革命 刚刚发动起来的时候 推翻撒谎 然后整个情势巨变的时候 John Reed 作为一个美国知名的 报导文学作家 他也是一个媒体的记者 立刻坐船直接到 莫斯科去了 那John Reed本来在美国 就是一个共产党人 所以他听到十月革命成功 消息一传来 他就马上跑到莫斯科去 到莫斯科的时候 他也没有停下来 立刻走访农村 到处去看看 发生什么样的一种革命的风潮 革命风潮如何席卷到 莫斯科到俄罗斯各个地方 他也跑到圣彼得堡去 接触各地的人 这作为记者 他也不仅仅是接触了 所谓的参与革命的人 他也到街头去访问那些 烈士的遗嘱 乃至于也访问资本家 访问议会过去沙皇时代 在议会里面的这些议员 那些议员甚至于告诉他说 没问题啦 他说很快情势就会平定下来 布尔社会课 他们这些共产党人 不可能取代的 整个革命的情势 是很快会逆转回来的 这些工人是没有力量的 可是他跑到社会上去采访的时候 他发现不对啊 整个工人 整个农村的这种社会矛盾情况 太严重了 那农民在贫困的状态里面 在挣扎 那社会充满了饥饿的机民 然后游民在社会上流荡着 所以他知道说 这整个局势是完全不同的 后来他把这整个过程 写成了一本书 就是描述苏联革命 他称之为震撼世界的死天 整个十天的一种巨变 那么后来1981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隐形叫华伦比提 很有名 一个大帅哥当年 他就用John Reed的生命故事 作为题材 拍成了一部电影 在1981年的时候 台湾叫Red 叫红 台湾翻译叫做 蜂火赤焰万里琴 他就把这个John Reed 在莫斯科乃至于圣彼得堡 所看到的现场 一天一天的这种故事 给描述下来 描述他的生命故事 那么他这个故事里面 写到了哪一些特色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说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我是杨杜 我们谈到了John Reed 以及1917年的莫斯科的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 那是改变历史的十天 因为这场革命之后 全世界开始分裂成两个生命 一个是资本主义生命 一个是社会主义生命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John Reed 到底是怎么来描写这些革命 我想要用一种文学的一种角度 来跟我们的朋友分享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的描写是作为非常成功的 报道文学作品 我想分享的是说 我们朋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慢慢聆听它 是如何描写的 我觉得他写出了 当时莫斯科整个社会的氛围 那我来念一两段 他当时所写的这些文字 他说 内文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们在日出之前就起身了 匆匆忙忙 经过那些幽暗的街道 走向斯可别列夫广场 在这宏伟的都市里 到处都看不见一个人影 然而隐隐约约的 听到周围远近 有一种激动的声音 就像是大风要刮过来的样子 在那为民的晨曦中 有一群男子和妇女 即可在苏维埃总部前面 扛着一大捆红旗 那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 莫斯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天渐渐亮了 那来自四面八方闹哄哄的人生 由远而近 逐渐嘹亮起来 成为一片连续不断的 无边无际的 低音大合唱 莫斯科起来了 我们高举着迎风飘扬的红旗 沿着特维尔大街向前进发 途中 只见那些街上的小教堂 都已经关闭 漆黑无光 连伊伯利安圣母教堂也是一样 过去 每逢新的沙皇即位 他总是要先到伊伯利安圣母教堂 然后再到克里姆林宫 举行加冕典礼 不管白天或黑夜 伊伯利安圣母教堂 总是开着的 而且挤满了人 那里面 燃着信徒们所献的蜡烛 灯火辉煌 反而用金银宝石香的圣像照的光彩夺目 但现在 仿佛是听说 从拿破仑侵入莫斯科以来 这个教堂第一次烛光熄灭了 莫斯科成了炮轰克尼姆宫的 不尽上帝的毒蛇巢穴 神圣的东正教 已经对之收回了赞助的光辉 所有的教堂都黑洞洞的 冷冰冰的鸦雀无声 商店也都关了门 资产阶级分子都躲在家里 但却另有别的原因 这是人民的节日 浩浩荡荡的人流 在穿过伊伯利安的拱门 宏伟的宏场上 新罗旗布站着成千上望的人 从前 人们每当经过伊伯利安圣母教堂的时候 总是在胸前画个十字架 现在没有人注意到他 人们就像潮水一样 从所有通向红场的街道涌过来 他们成千上万 看上去都是贫苦的人和劳动的人民 有一个军委队走过去 高奏着国际歌 这歌声自然吸住了群众的心灵 像是风吹起海上的波浪 人们都跟着唱起来 缓慢又庄严 有几幅巨大的标语 从克里姆林宫的墙头上 一直垂到地面 红底 而写着金色和白色的大字 上面写着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烈士们 永垂不朽 全世界工人的兄弟般的大团结万岁 这个就是John Reed去描写 这一天 他们为了要悼念 五百个为了革命而牺牲的烈士 所剧行的游行 他在形容这个游行 在莫斯科红掌上 他所见到的 你可以想象 John Reed用很文学性的描写 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 刻画出整个世界 在革命后的巨变 特别是在莫斯科一个早晨的景象 那么这本书呢 事实上风行了全世界 所以1920年代啊 整个苏联革命的成功 激起了世界性的左翼的革命的浪潮 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在1921年成立了 孙中山在1923年开始跟俄国接触 那事实上俄国在中国当时 特别是心态革命成功以后 中国陷入了混战有很多军阀 所以俄国曾经接触过吴佩福 然后希望北方的吴佩福跟他们合作 但是吴佩福又爱合作不合作的 就两边没有谈好各种条件 终究没有成功 那么随后俄国又去接触陈炯明 但是陈炯明居然炮轰孙中山 所以整个情势又改变 最后俄国终于决定跟孙中山彻底合作 派了他的代表 所以才开始了孙中山的联俄融共政策 当然孙中山给俄国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我觉得当我们讲到孙中山的时候 你不得不佩服他是有智慧的 第一个是说 第一 国民党还是维持他 他不是变成是一个共产党 而是国民党维持是国民党的 维持他的自主性 第二个 俄国必须消除从旧恶撒谎以降的 所有不平等条约 必须加以取消 然后外蒙在不平等条约里面 本来不归给清朝的 所以中国管不着外蒙 但是外蒙那个不平等条约也结束了 所以孙中山在跟俄国谈判的时候 他其实并没有示弱 他的自主性也维持着 同时他也解除了不平等条约 要知道这个不平等条约的解除 其实对于其他国家也是一种示范 也是一种示范 当然俄国革命的成功 也影响了当时的全世界 所以日本的左翼运动也开始崛起了 工农社会运动也兴起来了 那么影响所及 台湾所有的社会运动 特别在1920年代 我们上次有讲过 1921年 也就是 共产党在大陆成立的那一年 其实台湾文化协会 也在台湾成立了 而台湾文化协会 我们都知道 一开始是为了文化启蒙 启蒙台湾民众的思想 可是到了1925年 26年 日本的左翼运动也崛起了之后 日本兴起了工会 兴起了农民组合 等等的社会运动 影响所及 台湾文化协会也开始左翼 那么 左翼的这些人 后来还包含了谁呢 包含了 谢雪红 林木顺 李友邦 他们到 大陆去 那 这个故事又很曲折 因为李友邦是 卢州 李宅 的后代 他算是 整个的一个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 可是他因为不满日本人的同事 去袭击日本警察局 最后 第一次没有被发现 结果第二次袭击的时候 日本警察发现他 开始痛惜他 他就逃亡了 他结合了谁呢 结合了谢雪红 林木顺 坐了同样一艘船 逃亡到了上海 到上海之后 三个人在想 未来的命运要怎么办 谢雪红 跟林木顺 认为 当时的社会主义 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因此 他联系上了 中共地下党 那么也联系上 日共的 这些系统 于是谢雪红 跟林木顺 就到莫斯科的 孙立仙大学去念书 后来变成 1928年 台湾共产党成立的时候 这两个是创党的人 而李友邦呢 李友邦想要参加 民族主义的 抗日的行列 所以他南下 到广州去 加入了黄埔军校 念到黄埔军校是第二期 事实上 我们要知道 在192320年 那个前后 黄埔军校第一期 第二期 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 我们现在很容易 有一个误会 就是说第一期 就是一年收一期 那其实并非如此 那第一期 可能是几个月之后 就收第二期了 就是试他的需要 然后不断地 来招收学员进来的 所以李友邦 是黄埔第二期的人 因此当我们在看到 这段历史的时候 会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台湾其实并不是跟大历史是隔绝的 反而是这些台湾人通过日本 通过中共的历史 他很快地跟当时的全世界的局势结合起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重新看待台湾史的时候 要真正去了解的一点 我觉得我们太容易受到 现在台湾世界观的影响 台湾世界观现在是不足的 因为我们只会从美国 日本这样的一个世界 去看待全世界 仿佛世界只有美国跟日本 这样的一个局势而已 那事实上 其实还有东欧 还有许多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但是我们的世界观受到了这个局限 所以我们失去了对历史的一种 更全面的真实的认知 那么当我们 我们这一集主要讲的 当然是属于 社会主义的历史 乃至于台湾左翼的缺乏历史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继续讲 台湾从农民运动开始 所产生的历史的区变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你